很多人不知道厨余如果丢进焚化炉会带来致癌物 因为厨余含有大量水分 它会降低焚烧温度 再混合塑胶金属一起燃烧 很容易产生带凹性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盛食 减少厨余并且充分回收 但是数据显示 极大都会区除了台北市 厨余回收比例却不到一半 台北市中行里乐国原地 一大早就很热闹 一下子做操一下子学习平衡感 爷爷奶奶各个全神贯注 另一头厨房内可也忙碌的呢 动作俐落快速处理着各种蔬菜 不过这些菜似乎不是一等品 外层带着些腐烂的菜叶 因为这些其实都是菜饭餐厅和卖场 所捐助的叙食 就因为捐助的食材不一样 大厨的菜单也不同 这一天第一道菜是炒玉米笋 一大盆玉米笋陆续加入姜丝木耳青椒等配菜 样样都是叙食 这份量可不少 因为光是午餐 就要供应少说120人 上午9点多就开始张罗 时间一到美食上桌 爷爷奶奶们早就等不及了 菜我要放你旁边哦 谢谢你们的干杯 菜单白上有肉有菜有水果拿到了餐点 爷爷奶奶迫不及待送入口中 这菜有好吃吗 好吃 好吃吗 你每天都会来吗 吃到咖喳 每天都会吃咖喳 吃起来 菜其实吃起来都差不多咖喳 差不多啦 每天菜有煮的都咖喳 都是咖喳的 咖喳好吃了吗 好吗 即便这些蔬菜原始卖相差 却不改美味 摊谈都见底了 整个计划的推动者 是已经当了钟情理18年里长的方和生 里长你介不介意 那个高丽菜被撞到了 那个青椒被敲了一下扁掉了 那些菜卖相不是这么好的时候 你会不会计较 这些食物可以再一次的利用 而且它本来就可以吃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说 拿盛食给长辈或怎样 我们是我取名叫做蓄食 食物的价值并非建立在外观上 看看老人家们吃得津津有味 就知道蓄食这个名称 远比盛食更适合 而这些蓄食的来源 除了菜饭餐厅外 方里长也一步一脚印 与家乐福合作 每天上卖场拿下架食物 我们去买一条吐司 你回来也可能吃两三天 可是面包店卖不完的 就直接扔掉 可能东西真的可以吃 除了供食外 方里长还想把蓄食精神 发挥得更淋漓尽致 他想到了面包 卖场每天下架的面包 成了方里长另一项蓄食来源 志工们熟练的结果面包 工作正要开始 每块面包从出炉到下架 才24小时 都还在可食用范围内 贴上保存期限标签 这满满的面包拥有了新身份 而新家就是食尚冰箱 每天补两次 食物总重30到50公斤 食尚冰箱就摆在中华路上的 蓄食餐厅前 这是橡皮箱里放了各式的面包 还有各式的食物 今天你不分阶级别 不分身份别 只要你路过这里 打开冰箱 就可以直接拿去 不限里名不分贵贱 只要有需要 人人都能拿去 哪一个不嫌少 也不怕你拿好几个 因为这代表发挥蓄食的价值 最快记录才上架10分钟 就被扫光 你有一群年轻人 默默延续蓄食生命 昨天一片片南瓜蛋糕 都是格外有意思的年轻人 亲手做的 食材来源就是类似 像这样子的南瓜 这个橘色已经偏成熟了 那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其实它很小一颗 那太大或太小的蔬果 在市场的规格里面 很长就会被淘汰 其貌不扬的就被列为格外品 不过却不显甜美 它们是产季与产量 按照市价的5到8折 向农民购买 再制成甜点贩售 这个南瓜本来 不能够拿出来卖 那就是零块钱 对于农友来说 其实是负50块的 负的50块 因为它必须要用 其他的南瓜的售价来补足 这个南瓜投入的成本 那所以它是负的 可是有没有可能 让它恢复到一个合理的价格 从社区到年轻人 用自己的力量减少粮食浪费 光是在台湾 每人年产除于96公斤 如果全部堆叠起来 大约等于一万三千座101大楼 当民间都已经动起来 政府单位可不能再没作为 像这个木柜都振了 像这个振了就不好了 像这个像这个 它叶子已经都破坏 都没有了 我们来到了木瓜盛产地云林林内 却发现这一大片木瓜园 一片狼藉 台风吹先了棚下 不仅农民心在淌血 也间接造成了粮食浪费 农委会想到了对策 推广加强型水平棚架 补助金额从过去的三分之一提高到二分之一 比一比一般棚架在台风过境后早就面目全非 相对的加强型温网市却毫无损伤 这个加强型的水平棚架 就像是一个金钟罩一般保护着这些农作物 因此就算今年历经了三颗台风 可以看到这个棚架几乎不受到影响 而农作物也是同样直挺挺的站着 红架如何加强抗风秘密就在这里 四个角落的角柱使用三英寸这么粗的镀心管 底下一公尺还蛮有地毛增加稳固性 另外还多了45度的斜角柱撑着 同时这个防虫网还用钢绳绑着 有横有直还有斜对角不怕强风吹 不过政府部门只能做到这样吗 目前环保署与卫福部针对超市量饭 以及餐饮业者登记管理出于流向 而农委会比较积极 APEC地区推出五年期的粮损解决方案 2020年前要减少百分之十 台湾响应解决两损不缺席 订定目标是第一步 但或许还能更全面 生产方面可能会有我们觉得格外贫快 丑出国问题 那仓储运输可能因为进口的关系 它会延误到我们的港口 或是机场上会有一些的耗损 那还有就是销售方面 它可能会有进货过多 然后导致于说卖不完 会有一些的浪费 最后就是消费者 他可能因为食物没有足够的一个知识 去了解怎么样去保存 或是烹煮 所以就有一个浪费情况发生 并非只有生产端与厨余端能努力 整个食物链你我都是两损减少 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TVB的新闻 王富豪花生家台北云林采访不到